各位 當今世上最了解中共的鬼佬是他 最肯幫中共的鬼佬也是他 但是最近最肯批中共的鬼佬都是他 他是誰呢 各位觀眾 他之前就是被譽為世界第一謀略家 做過美國國務卿 一手促成中美建交的 今年99歲 過了生日 過了99歲的猶太太基辛格 亨利基辛格 最近基辛格的老海鮮接受德國最巨分量的左派媒體 名鏡周刊 他的專訪 他特別警告中共 基辛格警告中共 他竟然說錢照收 但是照秉理 你不聽 不過其實是在幫助他 聽下去大家就知道了 他怎麼說呢 如果中共輕舉妄動 或者是狀態輕舉妄動 好像輕舉妄動到 亂在台海 南海東海輕風作浪的話 尤其具體說 好像是入侵台灣的話 根據法律 無論是南海的海牙仲裁 尤其是台灣關係法 首先小弟在台灣 人們經常問小弟 你來台灣就打到來 那怎麼辦 所以要關心一點 而且台灣局勢是 大大要做人民領袖 聽說跟軍方有個協議 就是要統一台灣 要解放台灣 所以台灣很危險 所以說台灣 就是說 要根據台灣關係法 即是根據法律 有法可以的 大家要記住 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不是法律來的 是啊 是行政文件 外交文件來的 台灣關係法 正正經經在國會上通過的 跟香港關係法一樣 跟香港民主人權法一樣 都是法例來的 地位是高一點的 是不是高一點高很多 就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美國是基辛格華 你記住 一個九十歲的人 做了很多年 是由國家安全顧問 到美國國務卿 他不在美國出生 要不然美國總統也做了 是不是 那就是根據法律 即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美國是百分之一千會出兵 你看看臭 這個 哇這個歐斯闊 真是 真是厲害 最少做了超過一九六幾年 已經做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那就是做了六十年 那就是了 你說實不實呢 在一個圈子裡打關六十年 有多少 現在就有哪個政治人物 看見過毛澤東 周恩來 鄧小平 幾個 一群 還有基辛格 也沒有誰 基辛格 這件歐斯闊 魯海鮮 首先說 中共只會在他們確定 和平發展將會永遠不可能之後 才會對台灣使用全面的武力 而他認為呢 中共還未達到這一點 那 歐斯闊 即是歐斯闊 各位 這頭呢 就變相讚中共 還在想和平統一台灣 那頭又變相踩中共 調查了未夠班 去統一台灣 即是未夠武力 去統一台灣 尤其是相對美帝來說 你浪費了 你 現在三個航空母艦 哎呀 兩架橋頭 一架還是燒柴油 那怎麼搞啊 不要搞啦 總之怎麼說都好 那這句呢 土共 香港那班現在打算排隊 賣師傅那班人 什麼林定國 郭定林 那些 嗯 這班土共 香港那班人 學習呢 那你想什麼高檔語言藝術 你不要嚇一嚇 嚴必稱人民領袖啊 什麼都說習大大好 習大大不要 乖乖乖乖 你好像現在李家超那樣說 我們那個施政報告呢 會盡量做好他 符合習近平的要求 我定 你不是符合香港市民的要求嗎 嘩 你期望的嗎 你符合習大大要求 你期望 我以為真的 封建都不恨啊 帝王思想都不恨啊 是不是 是向人民負責的嘛 你會說的 語言藝術 向十四億同胞負責嘛 是 這樣的 學東西啦 想學高檔語言藝術 取法乎上了 是不是 那給學費 基辛格 搞一個語言藝術 特訓班 那就可以了 那你學些歐師傅才行的嘛 好了 言歸正傳了 跟著 明鏡周刊呢 就問基辛格 就問他 如果有一天 中共真的會打武力攻台的話 就好像 現在呢 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那樣的話 那中共會面對什麼問題呢 就是和烏克蘭有什麼不同呢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那麽基辛格當然有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是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這裏呢 不是今集說了 就直接說 大家最關心的話題就是 中共 有什麼意欲會搞成怎樣了 尤其用台灣來做例子 基辛格就說 從法律上來講 即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in this case 中共 對台灣的攻擊 將會 由一開始呢 就令到中國和美國 是陷入直接的衝突裏面 即是 一定會 大家 打順懵 啊 言下之意 就是說 中共有什麼意欲 無論是武力攻台 還是南海 就是 還是南海 東海 什麼海 你媽媽的海那裏 搞搞震 沒有幫襯 如果人 調理農務的話 美國 就 遲必會打實 打實你中共 是不是 而基辛格 身為世界第一謀略 家 自然是浪得虛名的 錢是照收 現在都收著中共錢 即是他講的 當然就是做著 一些類似政治顧問 出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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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收你幾球 起碼有美金 那些 總之他都不是浪得虛名 一個 老香港說 哎呀 一百歲不死也有新聞 何況他那麼厲害 他說 從法律上來講 即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中共攻台 美國 時必出兵 即是可以說是挑通眼明 明察秋毫 啊 能張木對日明察秋毫 明察秋毫 一眼就看得出 過鐘的玄機 一眼就看出過鐘很微妙的關鍵 不是那麼多人看得出的 那關於台灣關係法呢 一般中國問題專家呢 都是集中講呢 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 第四款的 啊 即是說什麼呢 原文照錄啊 任何 企圖以非和平方式 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呢 包括使用經濟抵制 和禁運手段在內 這些非和平方式去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呢 將會被視為 是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安定的威脅的 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的 各位 這一款條文呢 就被一般中國問題專家視為 是美國無策略的依據來的 因為沒有說明美國會出兵幫台灣 即是中共 攻打台灣 入侵台灣的話 但是 其實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呢 還有第六款 第五款就說得很簡單 第六款是要留意的 第二條第六款呢 差不多是有說到美國會動用武力幫台灣的 啊 不過 馬上會說的 不過還沒說到第六款之前呢 關於第四款也要補充一點給大家的 就是第四款裡面說 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 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運運手段在內呢 將被視為 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 各位 觀眾 請注意 這一款條文的重點查實是 哇 中共打台灣就等於打整個西太平洋 那整個西太平洋就是美帝的地盤 你就是打我的地盤 所以啊 可以說已經暗陷了呢 美帝是會出兵的元素 不是只是打台灣這麼簡單 是打整個西太平洋 是打美帝很重要的地盤 甚至是最重要的地盤 不是 怎麼出來走呢 因為你打台灣就代表著 日本立刻吸急可危 就是釣魚台 琉球 全部都吸急可危 然後 九州吸急可危 四個吸急可危 然後 本州吸急可危 北海道問些 但是都是吸急可危 那怎麼搞呢 不行的嘛 一定要吊住的嘛 其他 菲律賓那些都是覺得吸急可危的 是不是 那怎麼搞呢 整個西太平洋還要出來做大佬呢 意思就是這樣嘛 已經暗陷出兵的元素了 不是只是台灣這麼簡單 大家要留意了 其實第四款都說了這一點 我支持台灣 怎麼只是支持台灣這麼簡單 是要保住整個西太平洋 這個最重要的美國地盤 是這麼簡單 果然 接著 在這個台灣關係法第二條 第六款就這樣說了 就說 維持美國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 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 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各位 由於這一款條文實在 很重要 很重要 很肯重要 所以小弟呢 想說完英文版本 給大家知道 因為有些 翻譯上 不是Loss in Translation 翻譯上呢 有些走棧位 是可大可小的 所以要說完英文版 給大家知道 英文版就是這樣說的 英文版更加 美帝為首架 英文版更加準確 他說 to maintain th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ist any resource to force or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that would jeopardize the security or the social or economic system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雖然這一款條文都沒有說明 說美國會出兵 但是基於授詞是武力 就是這些force 或者高壓手段 coercion 就是那種 而美國就強調會 maintain the capacity 去抵抗 去resist 而maintain the capacity capacity的意思呢 其實呢 你可以說是 維持美國的能力 維持能力都可以 但是呢 更加準確的意思是 牛禎事典 牛禎 這個 Oxford Advanced Dictionary 和這個 美國韋視英文大字典呢 其實是維持最大限度的能力 capacity 是最大限度的能量 就是維持最大限度的能力 那就是連龍都聽得出 阿龍耳塵都聽得出 美帝的意思 不是說 要告訴中共 你敢動台灣 我就打死你 那麼支持他的論據呢 就是第四款 你打台灣 誰知道是打台灣 你打整個西太平洋 就是打他地盤 肯定跟你死過 是不是 遲難派一兩艘航空母艦 搞定你 是不是 說到尾 話得說回頭 機身駕駛是在幫中共的 外資深擇之徹的 叫他搭大大不要亂來的 唉 接著放水 如果不是的話 不要亂來 不是的話 你就很大機會 你會呢 是領銜主演 荷里活大製作 依索語言之 不自量力的青蛙 依索語言 有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叫做 不自量力的青蛙 你是領銜主演 啊 大大 即是說 大二的意思 即是說 有隻青蛙呢 說自己 其實很肯大隻 只要他搭大 所以 他搭大 要搭大 要搭大 很厲害 大大 嗯 大大的也沒有這麼大 大大青蛙 但是這隻 不自量力的大大青蛙呢 竟然要挑戰 一隻大水牛 啊 Buffalo 美國Buffalo 說自己可以搭大隻 比那隻 AmericanBuffalo 啊 即是那隻 美國大水牛 結果 好 多謝大家 多謝 拜拜